谭女士一胎生四个儿子 个个全属二哈 在家一三五拆家 二四六打架 气得谭女士隔三差五缺氧 为了方便教育孩子 她直接在四兄弟的脑瓜上编号一二三四 老二就不乐意了 头顶一个二 面子里子都掉光了 谭女士干脆砸钱给四胞胎报名了拉丁五 把他们累得倒头就能睡 结果六十瓶小家只有一个卫生间 早上四胞胎洗漱蹲坑都要排队 只要其中一个慢半排 四个人上学就会集体迟到 任凭谭女士急得嘴角冒泡也没用 有的时候洗漱来不及 四胞胎还要蹲在地上拿脸盆荡洗漱池 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谭女士立马上节目组球改造 接下这份委托的是设计师张志忠和刘哲 男男搭配干活不累 四胞胎的家位于深圳市园领区 是不到六十平的三居室 每个房间不足六平米 厨房只有三点八平米 厕所更小 只有一平米 连放牙杯的地方都没有 洗漱工具都是直接放在厨房边上 里面的宽度只够一个人转身 因为杂物太多 墙面上做了许多吊柜 整个空间充满了压抑感 一不小心就会碰到头 矮小的谭女士要拿高处的东西 只能踩在操作台上才够得着 有时还要踩在炉灶旁边 去拿到中间柜子的东西 这操作直接看单设计师 设计师想参观四胞胎的房间 一推门把 门盒门框差点解体 设计师盲猜就知道是四胞胎的杰作 房间里只有一张大通库 四个男孩挤一挤 房间基本就塞满了 谭女士想要拿个衣服 都得踩着栏杆走猫步 别看四胞胎的房间挤 她自己都是和老伴 塞在一间六平米的小房间里 宽度只够放下一张单人床 挤得孩子爸都主动加班 经常不着家 另外夫妻俩还有一个上大学的女儿那了 房间里的杂物堆成了小山 还有零零碎碎的物件在床上 画面太美 她平时都不敢带朋友回家 房子的格局摸清楚 设计师回去立马召集小伙伴出方案 房子小问题多 首先是姐姐的房间 已经成了半个杂物间 其次是拥挤的餐厅 一家七口坐着吃饭也很紧张 还有乱七八糟的储物 什么东西都往里塞 谭女士每次都要登高爬低才能拿到 加上家里没有洗衣池 谭女士洗衣服都在坑位上 愁得两个设计师直摇头 另外四胞胎个个都是跳拉丁的好苗子 谭女士希望新家再加一个舞台 六十平米的三居试住七口人 不仅要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还要实现四胞胎在家练舞的舞台 两个设计师熬了五个晚上 修改了实际版手稿 才干出最终方案 隔天立马指挥工人开始施工 为了偷空间 设计师张志忠连夜打塔加工厂 寻找替代墙体的木板做软格段 顺便在路上剪了几个粗数差 具体干啥用呢 收房时揭晓 施工进行过半 大女儿突击现场 越看越不对劲 新家居然只有两个卧室 他立马和两个设计师急眼了 感情这是要他睡大马路 设计师张志忠一听 立马出来打圆场 让他把心放进肚子里 最后的设计一定让他满意 长按为工人加速 随着房屋的水电改建和软装的完成 45天改造圆满结束 一家七口来收房 破旧的房门焕然一新 旁边的趣味门牌 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是设计师用剩下的水管圈做的小装饰 代表着一家七口和门牌408 进入屋内 是宽敞明亮的大客厅 设计师拆除了爱事的格挡 让10平里客厅分到了20平的采光 靠墙灰白相间的长沙发 搭配墙上四胞胎的葫芦丝 和吊柜上的书法字 小破厅的高级感瞬间拉满 旁边是设计师9块9淘来的大镜子 和藏在吊柜里的七色灯 一下又有了KTV包厢内味 打住打住 这是练工房不是练歌房 放四胞胎上场 一个个都在较劲 往里走是新餐厅 长方形的圆木色餐桌 坐下一家七口也没问题 靠里边的一侧的墙板可以拉下来 餐桌往外拉 两块板子衔接起来就变成家常版的餐桌 以后七大姑八大姨来蹭饭 也有位置做了 抬头向上看 是设计师简的大树叉 打磨上漆后 变成了造型独特的灯架 五个灯泡代表五个孩子 看着像藤上的葫芦娃 设计师亲手制作的 贼省钱 餐厅的南面是开放式厨房 面积从3.8平飙升7.6平 比之前整整大一圈 是设计师用女儿房换的 厨房另一侧是洗漱区 设计师专门为四胞胎 隔出了两个卫生间 一个是厕所专用区 一个是淋浴区 淋浴区另外还设置两个小便池 不怕四胞胎打架抢厕所 中间隔着一个洗手台 也可以同时占两个孩子 孩子身高不够 拉出下方踏板来凑 刷牙洗脸轻松搞定 等孩子长高点 踏板翻身还能做储物 走到对面的房间就是主屋 原本只能挤下一张 单人床和柜子的父母房 现在变成一个休闲区 阿怪找了一圈 只有柜子和沙发 原地召唤设计师出场 抠出了沙发后的壁挂床 2米2的大床 躺下谭女士夫妻绰绰有余 旁边还有一个衣柜 拉出里边的桌板 是一个化妆台 是设计师送给谭女士的礼物 让她平时能化化妆 转换心情 紧贴父母房的是四胞胎的次我 里面藏的大玄机 边上是整整齐齐的四套学习桌椅 上面白色的柜子 专门放他们的书本和玩具 为了防止四胞胎拥有十六只眼 桌子上的台灯都选择了柔光照明 桌板也有选择了可升降的 画画链大字能调节六档高度 对面是四胞胎的床铺 是四张小臂挂床 晚上把床的扶手拉下来 两边搭上梯子就是上下铺 四胞胎一人一个刚刚好 白天还能当做小黑板 最后是藏在门板的小机关 下翻秒遍乒乓球桌 是四胞胎的游乐场 不想练舞了还能打乒乓 房子看得差不多了 大女儿的房间还没个影 隔空喊话设计师 居然直接在厨房抠出了女儿房 好家伙 可厨房餐厅只隔着两个板 再从墙上拉下一张单人床 摆上大女儿的照片 就是女儿房了 画阿怪上脚抠的都比这好 最后晒晒账单 四手五入硬装17万元 软装3万元 总共花费不超过20万元